哈囉大家好,我是C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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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來,我們這次呢 沒錯,我發現原來過熱的主場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其實硬要講的話還有其他隊伍可以用啦 如果你今天是新手的話 你在這裡說不定用元陣也是可以 因為一二回合真的是他的range非常非常大 但是如果你今天拿到過熱的話呢 加上月亮應該就會變得非常非常輕鬆 當然啦你的能力可能還是要有一些些的高 看你是要用...不然的話你用陰陽感覺也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一套的話 他的壓力不能說是完全沒有 因為你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就12日月放在這裡就好了 但是如果今天是新手的話 我就是沒有那麼高的月亮沒有那麼高的太陽 或是說太陽本身的傷害就沒那麼高那怎麼辦呢 沒錯就是過熱大力就完事了 那這個玩法也是很簡單啦 就是我們先把一個月亮點到高星 今天不管你要七星或六星都可以 我覺得應該都夠啦 然後如果你可以的話點個七星 因為反正我已經有魔法分解器買了 魔法分解器的話呢 你就把你的星數全部給他灌上去 灌個一組兩組欸這樣就夠了 基本上前兩回合絕對不會是問題 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大概是第三跟第四回合啦 第三第四回合可能用單純的過熱已經沒辦法 應該是說你用過熱還是可以 但是你的月亮可能就要一定遲了 不像之前說說欸我單純的用陰陽就OK啊 或是直接直接掛就可以 一二回合是可以 但是三四回合的話感覺會有一點點難 好啦那我們這邊就來給他看一下我這邊怎麼合成吧 我們就主要的呢去把一顆月亮 基本上我就是跟守護一樣啊 對你只要把一顆月亮給他弄起來 然後在月亮旁邊有過熱也給他弄起來就好了 而且呢過熱跟守護不一樣 你不一定要到高星才可以 只要旁邊有就好了 欸對守護的話要高星才能七星十五層嘛對不對 但是過熱呢不需要 只要旁邊的顆數夠多 他的傷害都是打一樣的 你旁邊超過七顆的話就會比守護還要過分 因為守護的話只有七顆嘛 守護的話一顆七星才有傷害 如果旁邊是六星五星是沒有傷害的 但是我過熱呢你看我現在過熱旁邊是有五星四星跟二星 那這個狀況我加起來的星數就高達了十一星的傷害 你知道嗎 十一星要點滿然後剩下就是等錢就好了 那盡量啦不要把錢全部給他升到滿 就慢慢的升慢慢的升 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好 只不過呢這邊的王後面有一隻獅子啊 如果前面看到有獅子 史萊姆後面有獅子的話 你可能要把你的錢再往上拉那麼一些些 欸應該說等級啦再拉那麼一些些 不然的話到時候被獅子吼掉 會有一點點得不償失啊 雖然說這邊有那個防護罩 不過你今天配上月亮的攻速的話 防護罩基本上我覺得算是還好 當然如果你要更穩的話呢 可以再配上狙擊精 可是狙擊精 欸不能說更穩應該說更大力 因為我覺得這個隊伍算是 這個地圖算是穩 但是狙擊的話會再更大力一點 可以把防護罩給他打掉 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啦 好啦像現在呢 弄出一個七星月亮然後配上了過熱 那就這樣放著就好了 當然啦這個放著不是說真的放著 哇需要還要一直點他才可以 那如果今天你看我用日月 是不是可以跟進中 不過那是因為我有十二月十二十三月 然後配上高星的泰雅才可以這樣 如果今天沒有的話 我覺得過熱算是可能 因為過熱的傷害真的是非常非常過分 他是目前遊戲裡面 唯一一個可以增加你暴擊傷害的骰子 他的傷害呢會比你的暴擊傷害還要來的高 而且那個高呢是高出好幾好幾倍 你知道嗎 好啦我們第一回合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輾掉了 我們之後的回合數呢也差不多是如此 我們等一下跳的方式來看 我們先看完第一回合 然後第一回合剩下最後五隻啦 他第一回合的能力 他有給你加攻速啊 不過不要管那個位置啊 我覺得加攻速不如你的月亮啊 真的 而且就算你放在月亮旁邊 然後又加攻速 他也不會再給他疊加上去啊 這個遊戲都是一樣的 對他只會算上一個 你的最大的 攻速而已 假設一個加90 一個加30 他只會算加30 而不會給你30加90 在同一個 沒有那麼那麼的香 好啦最後一隻蛇王 我們給他出來就給他結束了 其實我可以點了啦 但是我可能在跟觀眾聊天聊到忘記了 對只要點下去就好了 欸可以點了吧 應該該點了吧 對啊點了 OK結束第一關40分 當然還是要說啊 他其他方式都可以啊 只不過我覺得 用一顆骰子可以打完全部 算是一個不錯的玩法 OK好來走 我們帶到第二回合去看一下唄 好啦那接下來是第二回合 這個部分我就用加速的方式 給他看一下前面 因為畢竟玩法是一模一樣的 對面的壓力 應該說王的強化敵軍也沒有任何的差別啦 只是增加了小兵出來的次數對不對 就是小王出來的次數啊 對啊 只要注意你的過熱等級就好了 看到王出來的話就要記得把他壓回去 那這邊我要注意的呢 一樣是史萊姆後面的王啊 如果史萊姆後面的王是魔術師的話 或是埃王的話 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點了 因為呢 我就不小心死在這裡 可以看到 我們到最後之後呢 欸他前面兩隻史萊姆一直埃王 結果埃王給我埃到兩顆七星的過熱 對這個機率應該是碎到一個爛掉啦 所以這邊我就沒有給他重拍了 幹真的是 隨死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到這個情況的話 應該要先把史萊姆給他叫出來啦 然後呢 看一下 注意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把版面全部叫滿 可能會好一些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回合唄 好其實我覺得第三回合 應該算是過熱基本上的極限啦 第四回合還是可以 只不過第四回合的要求就比較高了 我這邊看到的是觀眾有說最低是11月 還沒有聽到比11月還低的狀況啊 但是欸 竟然可以 那就可以拿來用嘛 其實這個遊戲如果你夠強的話 無腦大力是可以給他輾過去的啦 那這個骰子呢 真的就是給你一個無腦大力 而且是無腦超大力 只要短時間就好 又沒有狂暴王的話 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豪解 其實從以前每個隊伍裡面 只要出現沒有狂暴王的狀況 都會蠻多人推上過熱月亮 配上狙擊土的 只不過這一次再多了這個 魔法分解器啦 所以我會覺得魔法分解器還蠻香的 因為他可以直接滿七星 我還是比較喜歡七星啦 如果今天你用G土的話 雖然會比較 會比較大力打怪比較輕鬆 沒有錯 只不過我就要靠著自己的手動方式 弄到七星 我覺得這個時候爆掉的機率比較高 我用魔法分解器的話 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然後呢因為這一局的關係 他每五回合會有個隕石 那個隕石是閃不掉 絕對會炸下來的 所以說我把營養換成了泡泡 這邊是稍微麻煩一點點啦 不過魔法分解器本身就是營養了 所以我們的心速再往上拉高一點點 我覺得就OK了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用泡泡可以擋住我們的隕石 那就不用擔心我們的月亮會被炸掉 要知道這個遊戲他的AI 是有那麼一點點聰明的 他會知道說你哪一顆最厲害 然後呢會去炸掉那一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過分 你知道嗎 簡單說就是我們要讓我們的 右上角那三顆常駐的有泡泡 就這樣然後盡量月亮是常駐點亮而已 只不過就多了這個啦 讓我的這個隊伍要稍微改變一下 不然的話其實是不用這麼麻煩的 我覺得還是用營養就可以這邊輕鬆打了 因為我一開始就說營養 結果他把我的月亮炸掉 我說幹我的營養 不是我的月亮 然後我就沒了 對所以說我還是推薦 我還是推薦這個過熱骰啦 簡單來說我覺得也算是無腦啦 如果你今天新手 今天新手又想幫公會貢獻點什麼 或是你不要講幫公會啊 你幫自己分數打高一點打個300分 絕對會非常非常的香啊 不然的話你第一階第二階打上去 打點打三場也超不過300分 要嘛你第三階段打個三場也會有300分 好啦那接下來是第四階段了 第四階段就真的稍微硬了一點點 不過這個時候我就是真的是給他大力點過去啦 也沒什麼好說的 好啦那這邊呢我們一樣啊 就把我們的泡泡換成了營養 我覺得這應該會是未來如果 未來的團隊副本一到四階 如果沒有狂暴王的話 我應該都會用這個隊伍來打了 除非說又有什麼樣的排版方式 讓我不能用這個隊伍 不然的話這個隊伍基本上 我覺得算是都可以打 甚至第五階段我覺得也可以 只要不要來搞我 不要有狂暴王啊 對啦不要有狂暴王啊 然後不要有隕石啊 現在怕的就這兩個 這兩個以外很像就沒什麼好怕了 好那我這邊也給他搞好了 那這個時候就慢慢的給他丟就好了 那因為我月亮有四顆的關係 我有兩顆五星 所以我會選擇 等一下我會把兩顆五星合上去 變成六星 六星再往下丟 那我場上有六顆骰子 剛好六顆骰子全部會增加一星 這樣狀況就非常非常的香了 要知道我右邊那邊也還有一組 所以我總共加起來 是一個7加5加4等於是7加9 加起來的話是來到了16顆星 哇16顆星這個傷害也是非常非常噁心啊 只不過因為是第四回合的關係 所以 好啦這邊就暴力啦 真的就是暴力 可是如果這邊要日月的話 可能也會蠻危險的對不對 因為日本的疊傷真的太慢了 我現在日真的找不到他的生存的地方了 你知道嗎 你說要在哪裡很像都不對 很像都不行 PVP不行 PVE已經被守護取代了 那要講的話 很像只剩下太陽黑洞可以玩的對不對 哈哈哈 不然的話還可以玩什麼 你知道嗎 我已經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太陽還能玩什麼的 好啦我覺得下一波改版 不是太陽就是槍了啦 根據之前的動畫而言 好啦 現在第四階段剩下最後的六隻 那我們這邊也是給他輕鬆的連過 那我們這邊最後是來到了三組 只不過沒有到七星七星啊 不過也無所謂的 那可以看到我的錢還有十幾多 十幾萬 然後我生滿也只要一萬多塊而已 那這 這個時候基本上我就直接開到底就好了 你知道嗎 只要不聊天聊過頭 要注意一下史萊姆 史萊姆來之前先把它點滿 點好就可以了 過了130分 好啦我覺得還算是簡單啦 這一次的團隊副本 好啦那就祝大家 加油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21 掰掰 321 1 2 1 2 4 5